大家好,我是Jimmy,我現在是一個訓練員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想投身法律行業 我想是因為我覺得法律這個影響性很高 其實說真的,我一開始甚至連法律都沒有想到讀 我在中學讀經濟和會計 所以看到我是一個商業的鳥子 所以我本來在大學也是打算選擇商業相關的學科 但後來我就在想,其實做行業 如果有一個HotSkills去旁鞋身其實很好 所以就是這樣,我就想到讀法律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商業的世界是所有的每一環都是為了法律 由你成合公司的位置開始,到你和其他派對去簽合約 甚至你有任何的IP、知識產權問題 總共都是法律在背後去支撐著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法律這個硬件 是會對於我將來如果真的有興趣在商業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 而現在這一刻,當我讀法律之後 我發現有一件事就是很特別的 你可能會覺得法律是一個專業,是一種專才 反而對我來說,我覺得法律是一個通才 就是可能我們不要說商業世界 反反我們身邊的世界 其實由你買樓,你結婚 甚至將來你幫你的子女選擇電話計劃都好 其實所有事情都在法律的背後去環繞著的 所以我覺得讀法律這個好處就是 會讓你知道世界每一個環節的營運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當初選擇法律的初衷了 ród宣佈要坐好看 台灣美國今晚已經回甩一晚以後 grounding個覓攻擊 永遠有さな機場